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狗带真是一来到这个地方那就爱上了这个地方 主要当然不是因为小姐姐 而是因为狗带应聘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这工作呢真是又体面又工资高 狗带感觉自己要美滋滋的当上了人设赢家了 于是他就带着老婆翠花搬到了这里去住 打算跟翠花开始崭新又凶人的生活 刚来到这个地方狗带扛不住老婆的软磨硬泡 就拉着出来逛街 然而逛着逛着 突然有个卷毛男拉住了狗带和他媳妇 狗带莫名其妙 问大哥你干啥子 我都不认识你 结果那位大哥却说咱们可是老乡的时候 怎么说不认识就不认识了呢老弟 狗带仔细一寻思 这也没认出眼前这个家伙是村里的哪个老乡 大哥又悲伤的语气说 狗带哥 难道你不记得大名湖版的卷毛了吗 是我啊 是我卷毛男啊 狗带恍然大握 哦原来是卷毛男呢 小时候还一起去都没玩泥巴来着 虽然表面上是和蔼相关正常的样子 然而狗带对着突然凑上来套近回来的老同学 感觉到有些莫名其妙 大佑那也没看见咱这和媳妇聊天逛街呢 聊天你能不能感情聊 卷毛男显然是一个直男一个呀 压根就没查出有不错的地方 只是他太久没见到狗带了 所以老同学身份的他感到十分的高兴 而狗带则是蛮力的写着 让你管 好不容易脱离了卷毛男的老壳 狗带带着媳妇回到家中 疲惫不堪的耳膜终于得到了短暂的放松 然而没过多久 屋子里就出现了寄件人显示着卷毛男的礼物 原来是卷毛男不晓得从哪里弄到了狗带家的地址 并且十分有绅士风度的送了瓶酒过来 狗带的妻子七花猛然认出这个高贵华丽的雕章 莫非就是已经停车了82年的可乐 七花忽然感觉卷毛男似乎也不是那么讨人厌了 至少他送来的礼物不贪人厌 狗带十分靠去卷毛男送来的礼物 看到翠花如此喜欢其他男人送来的东西 那狗带心中更是万分的不爽 而翠花察觉到狗带的不爽 表示那个卷毛男是个热心的朋友 以后可以多加来往 卷毛男也亲自都没办法 看到翠花和狗带是新搬来的 还顺带着送了一些居家用品 白送这么多东西 翠花接狗带子时刻都有些害羞了呢 于是就留卷毛男留下了吃晚饭 于是跟狗带约定好的双人热光晚餐 就变成了三个人 而且翠花和卷毛男聊着聊着 聊着聊着还聊嗨啦 仿佛狗带才是电灯泡 当时狗带就怒了 但还是得忍着 等卷毛男走了以后才打翻了醋坛子 说这男的简直是脑瓜子有洞 有这么闲的时间来串门 为什么不好好工作 当国家未来的栋梁啊 翠花说 这不就是个热心市民吗 有啥好发火的呀 还没过几天呢 狗带家里又收到了卷毛男的礼物 连周没来得及买鱼的水池 卷毛男都四个儿破肥 帮忙扔了几条鱼下去 我的狗带不也太热心了 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好的同学 看着翠花也不要登门拜训的模样 狗带瞧瞧瞧地告诉他 打小八戈来啊 其实卷毛男从小就是个怪胎 所有人都非常讨厌地赔击他 所以你也最好离他远一点 翠花是听着觉得不可信啊 这么有钱多金还热心的人 怎么可能是怪胎呢 我信你个狗 你这个走路都是会得很 结果当天晚上 卷毛男老哥又来找翠花老壳了 卷毛男一进门 就看到狗带不小心 拉在桌上的备忘录 备忘录第一页就写着一句 讽刺卷毛男的粗鄙之语 翠花发觉事情不太对劲 连忙跟卷毛男道歉 说自家那个傻男人 是换了什么趴金三 闲着没事就会乱图乱话 卷毛男不仅不介意 还反手邀请翠花和他老公 一起去参加朋友party 狗带本来是不想去的 你让我去我就去 那我是不要面子的吗 不过在翠花的极力要求之下 而且说着不去 就让你跪搓衣板的要挟之下 狗带还是开着车 带着翠花去了 卷毛男的朋友party 到了派对选址 这个狗带的媳妇发现 里面压根就不像是 开party的样子 不仅连个人都没有 而且煞吃的也不准备 卷毛男站出来表示 这次参加party的人 都有事请假了 然后让狗带和翠花自己先玩玩 他要去处理点工作 狗带怒了 但兄弟 这么无聊的一块地方 吃的也摸的 玩的也摸有 你是让我堆在地上玩 蛋猪还是扣泥吧 怎么的 狗带终于忍耐不住心中 但偷偷不觉得洪荒之力 对着空气爆发出 一连串的粗鄙之语 卷毛男回来之后 狗带表示 你呀再出现在我眼前 我就把你的头当篮球 你的头像篮球 说完这句话 狗带感觉是 强所未有的舒畅 然后带着翠花回了家 第二天 翠花起床时 发现鱼塘里的鱼 那都全部不给了 李安芒打电话告诉狗带 狗带觉得 这估计是卷毛男 对他昨天的话的 刻意打气报复 于是气冲冲的 来到了卷毛男家中 然而开门的 却是不认识的一对夫妻 做啥 嫁鬼了 狗带李安芒到了警察 告诉狗带 其实卷毛男 是房主雇佣的司机 只是他趁着房主不在家 偷偷利用了屋子而已 自此以后 卷毛男就再也没有 出现在两人的生活状 只是寄来一封道歉信 其实卷毛男是真心想交朋友 没有其他的意思 后来 翠花有一次 喝了冰箱里的饮料 然后就昏睡了过去 醒来以后 以为是自己生病了 没继续留意 狗带和翠花 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平稳生活 在没凶没脏的生活中 翠花还怀上了狗带的孩子 翠花怀孕的这段时间里 发现街上 有跟卷毛男很像的人 仿佛在跟踪她 翠花总感觉 哪里有点不太对劲 在跟狗带妹妹聊天的时候 就聊到了卷毛男 狗带妹妹一听到卷毛男这个名字 就说起了一段过往 那是狗带还在读高中的时候 据说卷毛男有一天 被一大只鸡老 按在地上搂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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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狗带跟她朋友在场 后来传言就变成了 卷毛男是个喜欢和鸡老 那个啥的人 还阴下了很多来自于 反同鸡老的重拳 然而 详细的情况 她也不是很清楚 翠花听完了以后 就感觉更好奇了 就打算去挖掘 这段不为人知的黑历史 翠花辗转周折打听到了 当时跟狗带一起在场的那位朋友 朋友听说是狗带的亲戚 那打听 就好声招待了翠花 表示那个故事 其实是比较坑爹的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当时咱哥俩 其实就是想欺负卷毛男找乐子 才故意说是有鸡老 把她按在地上那啥的 结果这件小事 就被人一传二 二传三 三传十 尝到后来就变成了 卷毛男是鸡老 然后学校里的反同性恋者们 纷纷就举起了愤怒的犬权 连卷毛男亲爹 都不认得这个儿子了 不过到后来 狗带和朋友 也没有将真相公之于正 而那个时候 泼的黑水越来越黑 卷毛男无论如何也洗不干净 人生在这段时间里 满是来自于别人的乌言慧语 回到了家里 翠花拉着狗带谈话 表示你这样子真的很贯费 你真的很机缺 还不赶紧击早人家道歉了 狗带本来是不想道歉的 你说道歉 我就去道歉 那不是嫌的嘿 也没有尊严 不过想了想 不道歉 估计又得跪几天搓衣板 睡几天沙发 那果然还是道歉 比较实在一点 于是狗带就开着车 找到了卷毛男 此时的卷毛男 就是个小小的打工的 看着卷毛男那副 还在为一跌点钱 累死累活的模样 狗带突然又不想道歉了 直接走上去揍了卷毛男一顿 再然后他回到家里 抱着翠花说 亲爱的我道歉完了 翠花欣慰地笑了 而狗带最近事业 是更加上升 马上就要升官了 而就在升官典礼上 突然冒出来个人砸场子 砸场子的人说 本来是他要升官的 但是狗带在外面 托关系放不养眼 导致他被冷落 翠花一听 就感觉身体不太舒服 马上就要升了 生完孩子以后 翠花躺在病床上说 咱们分居吧 过段时间 再想着要不要离婚 对于傻白天的翠花来说 狗带这些行为 无异于堕落的大魔王一样邪恶 怕政治的内心 接受不了自己的伴侣 看到的卷毛男又送到了 三个礼物在家门口 本来是想直接扔进垃圾桶里的 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狗带拆开了那三份的礼物 第一份礼物是录音带 录音带里记录着狗带 拍对当天骂鸡的声音 而第二份礼物 则是狗带家门的钥匙 第三份礼物那就厉害了 是录像带 狗带播放了录像带 画面里居然出现了 卷毛男闯进他家门 跟他已经昏睡过去的 妻子魏亚古长的场景 狗带怒了 这交互规矩是货不及家人 但这些都无所谓 现在狗带最想知道的重点 是医院里生的那个孩子 他到底是不是自己的 而此时的病房中 卷毛男浑身是伤的 来看望翠花 翠花问他怎么浑身是伤 卷毛男说是你老公 狗带打的 当天他说来道歉 然后就狂嗡了我一顿 翠花现在是彻底 对狗带失望了 而狗带急匆匆的赶来医院 恰好碰到 刚从病房里出来的卷毛男 狗带现在是怒从心头起 恶从胆变身啊 他想直接抓住卷毛男 然后就就地给正法了 然而狗带追了出去 却没有看见人影 此时的卷毛男 在另一栋楼的窗户中 看见狗带失措的样子 就打了个电话过去 狗带在电话中求卷毛男 千万别把那件羞耻的事情 告诉妻子 他的内心还尚存侥幸 觉得这可能是卷毛男 在跟他开玩笑 然而卷毛男却击碎了 他那侥幸的心理 就像当时的狗带 击碎了他的自尊一样 卷毛男说 其实他是真的想交个朋友 放下悲痛的过去 但是你这家伙 还是狗改不了吃屎 这就是对你放下罪孽的 应有惩罚 狗带赶回了医院 看到了妻子抱着孩子 欢喜的模样 他后悔又无助地 蹲在了地上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以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默契上年穷 人呀还是善良一点比较好 因为你现在做的每件事情 都有可能会对你的未来 产生黑一袋的影响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爱吃西瓜的王婆 喜欢记得关注王 爱你们哦 嗯嘛